全红禅和陈玉希又一场对决来了 2024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于北京时间2月29日晚上拉开帷幕 而全红禅和陈玉希将在3月2日凌晨 出战女子十米台预赛 中国女子十米台跳水绝对双胶 将再次上演精彩对决 全红禅在今年的跳水市井赛 以436.25分夺冠 首次夺得市井赛单人项目冠军 成就了生涯大满贯 不过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竞争还将继续 自从2022年以来 两人交手战绩陈玉希仍然占据更多胜场 这次的蒙特利尔战 中国队女选手派出四人 昌雅妮 陈玉希 陈奕文 全红禅 男选手派出五人 练俊杰 龙道一 王宗元 杨浩 郑九元 老将谢思义 曹元都缺席比赛 还是锻炼中间力量 蒙特利尔其实是全红禅的福利 2023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全红禅以458.20分获得冠军 这是全红禅的生涯第二高分 这次全红禅还能再次跳出完美表现吗 全红禅要想再夺冠军 仍然需要有出色的表现 因为陈玉希的状态非常稳定 今年的市井赛 陈玉希玉赛半决赛和决赛得分 都在420分以上 这是非常高的标准 陈玉希保持状态稳定的能力 比全红禅更强 而全红禅容易出现波动 如果完美发挥 她能赢陈玉希 但是出现失误就会输陈玉希 全红禅还有一个劣势 那就是全套动作难度 比陈玉希少0.1 这更要求全红禅 保持高质量完成每一个动作 全红禅需要在预赛和决赛之间 做出调整 过去全红禅多次在预赛和半决赛 赢陈玉希 但是决赛输给对手 而市井赛全红禅预赛和半决赛 不如陈玉希 决赛发力击败陈玉希 全红禅似乎更擅长 合理调整自己的精力和状态了 确实在预赛和半决赛 他没必要太过发力 因为可以轻松进入决赛 拿预赛和半决赛第一 并不意味着决赛能拿第一 全红禅已经拿过 跳水世界杯分战赛的冠军 但是他还没拿过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 十米台女子单人项目冠军 这或许会是他今年冲击的 另一个奖项 但现在还需要一步步来 蒙特利尔战中国跳水绝代双胶 将再次上演神仙打架